大家好,我是临床心理师黄天豪 疫情期间,大家的生活都受到影响 如果感受到焦虑、担忧等情绪 都是很自然的反应 多数人都能够慢慢地自我调试 如果您正在居家检疫或隔离 无法外出或是与亲友见面 感到孤独、烦闷的时候 也可以透过电话或视讯与亲友联系 我们也可以主动关心身边的亲友 彼此关怀与问候是度过疫情最好的良药 如果焦虑、沮丧等情绪 已经影响您的日常生活 可以拨打1925安心专线 或咨询卫生局、社区、心理卫生中心 让我们互相支持 一起守护彼此身心健康 您好,欢迎收看众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新北市议员张维倩关心弱势学童 发现他们鞋子尺寸几乎不合脚 为了让这群孩子能够收到舒适的好鞋 梅河中和在地制鞋业者 捐赠给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500双台湾制造的铜鞋 要给孩子们最好的圣诞礼物 它有蓝色 哇,你看它这个粉 还有实像实像 这个好看,这个好看 新北市议员张维倩 新北市社会局长张锦丽等人 拿起漂亮可爱的小铜鞋 惊呼声连连,只夸好漂亮 这些精致的铜鞋 来自中和在地制鞋业者的善心 透过张维倩议员梅河 捐赠出500双铜鞋 到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送给有需要的弱势学童 这些鞋子通常都不会是新鞋 通常都是别人 邻居啊好朋友留下一个鞋子他还穿 或者是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 可能没办法去百货公司 只能去菜市场买一些 这个比较连加一点的鞋子来穿 那其实好的鞋子穿起来是非常舒服的 所以若是家庭的孩子 通常是没有办法到百货公司 去选一双精美的鞋子 尤其像我们这个天鹅同学 这么高级的舞台 它是比较难以拓手可得的一个品牌 那其实圣诞节是一个感恩的祭节 希望可以藉由这次振鞋活动 来给弱势家庭的孩子呢 一个圣诞礼物 那希望呢他可以选一双 他很喜欢这鞋子 那把这份爱也继续传承下去 一双合脚又舒适的鞋子 对弱势孩童来说可能是奢求 张维倩强调质感好的鞋子 不仅让孩童穿得舒适 也能够在他们换鞋后 把这份爱给另外一个孩子 业者表示 他们是综合的在地业者 强调台湾制造跟留台湾 我们公司都是台湾制造 因为台湾其实几十年前 其实是自写黄火 希望我们政府在支持台湾制造 去重视台湾的商品 台湾的鞋子 因为其实现在所有的专队 还有百货公司 还有大卖场大部分的鞋子 都是外来的 台湾现在真正要做鞋子的 ARS 那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国后 我相信每个孩童 接受这样的一个圣诞的礼物 一定会过一个非常快乐的一个 这个寒冷送的温暖的心 捐赠仪式选在厂商 在地的中和区公所大厅进行 而捐赠出的铜鞋 也会优先分配给中和区的弱势学童 用一双好鞋送给他们 今年最好的圣诞礼物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永和一家在地面包店 每到冬至和元宵 就会特别推出首摇元宵 一卖三十年 摇元宵的师傅说 用现摇的元宵和大家一起过节 就是一种幸福 冬至到了 一定要吃汤圆 小朋友户外教学 要看看师傅怎么摇元宵 小手扶着器皿 跟着师傅摇啊摇的好不开心 永和在地面包店 以波罗面包洗点小品出名 到了冬至元宵这类的传统节日 就会推出手工现摇元宵 北方人通常都是吃元宵 然后南方人都喜欢吃汤圆 然后呢 因为我们从老家穿过来的话 都是做 就是做元宵为主 所以我们通常一般就做元宵 好吃这皮好好吃 软软的 你来买几年了 每年都在这里忙 手工摇元宵的师傅 每年冬至和元宵 就会在这街口 卖起最应景的美食 而且这一卖就是30年 他说每年节庆快到时 就会有老顾客来店提醒 而这么多年来 真的是卖出感情来 再加上手工摇元宵 得食成工序 越来越少店家卖 就怕顾客吃不到传统工法 做出来的元宵 每年的元宵冬至的时候都 我们因为这个完全就成熟工 所以都 客人常常都要排队 然后都迎接不下 然后因为很费工 所以的量都不能大量 所以常常都要团 每年冬至和元宵 业者固定卖的口味 有鲜肉花生和芝麻三种 鲜肉口味率先卖完 花生和芝麻通常在节庆 当天下午就会玩售 应景摆摊三天 大约卖150到200斤左右 强调新鲜现作 给永和人最好吃的元宵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来自法国的行男法比欧 在新北市树林区现身 原来是到知名的美龙 SPA馆担任一日店长 而这间位在树林的 SPA馆二代店 长期和家福基金会合作 照顾担心家庭的孩子 来这里消费 可以做SPA还能做公益 那我们用最热情掌声 街角色来欢迎我们一日店长 巴比欧 出场 哇 这掌声 好帅 而且非常的潇洒迷人 我们是不是要请巴比欧 先跟我们现场的媒体 这名美容集团 斯曼特董事长李思宇 因出身清寒 明白教育才是翻转 逆境的最佳途径 因此在经营美容事业 有成之际 便长期资助家福中心 及内部员工的弱势学童 至今已陪伴25位学童 长大成人 那非常荣幸 今天能够代表斯曼特 来跟大家一起参与 这次的工业活动 以及树林店重新开幕 那在这个疫情当中 其实很多企业的社会回馈 有所停摆 那我们也希望 透过这次的机会 可以抛砖引玉 吸引更多的企业 来加入我们的行列 重新回馈给社会 现代人压力大 斯曼特董事长李思宇 希望提供一个 适合家庭式的输涯环境 给消费者最好的享受 我们比较讲究的就是 在整个过程当中 用好的产品 比方说一般去做一些按摩 它用的基础油 可能就是矿物油 但我们用的是植物油 那植物油它价位当然比较高 还有一点就是 它保存本身就比较不容易 但是我们要追求 就是健康跟舒压这一块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就会很强调 也是很坚持的一点 这个开幕式 我们也是希望 有更多的贵宾可以来共襄盛举 那我们企业也推出了说 只要有一位贵宾来 我们就捐一千块的活动 那至今目前登记的人 有超过一百位 所以我们相当有信心 这一次最起码可以到10万以上的 这个赞助奖金 总监忠玉凡表示 受到疫情影响 许多企业不仅公益计划 因而停摆 连本身的事业也受到影响 但施曼特受到 消费者的肯定与支持 今日能够扩大展店 因此与家福基金会的合作 不会中断 记者沈金华新北采访报道 日本动漫鬼面之刃 正夯主题曲红莲华 更成为破译神曲 吐成国小管乐团老师 刘洋志接受学生建议 编写红莲华管乐演奏谱 让学生演出最喜欢的动漫电影主题曲 日本动漫电影鬼面之刃爆红 吐成国小管乐团赶上热潮 音乐会上演出主题曲红莲华 破译神曲由管乐团老师刘洋志编曲 当初兴起编曲的念头 主要是听了乐团团员的建议 让他们能够演奏喜欢的动漫主题曲 并且安排cosplay 让小孩装扮成主角 增加表演的临场感 红莲华它是那个动漫 就是鬼面之刃的主题曲 那也是学生就是跟我说 然后这首很红 然后我就去听 我觉得还蛮好听的 而且动漫也还蛮好看的 那所以我就想说 既然学生喜欢我就改变这首歌 那让学生可以用管乐团的方式来演奏 那其实效果还蛮好 他们都很爱这首歌 那也很愿意演奏 当初老师在编出《红莲花》的时候 我就很想吹它 因为我本身也很喜欢《鬼灭之刃》 就是能吹到这样的曲子 我觉得蛮开心的 我是第一次吹这种动漫的曲子 那喜欢《鬼灭之刃》吗 喜欢 有去看电影吗 有有有去看 刘老师说去年编《鬼灭之刃》主题曲《红莲花》的时候 台湾还未贩售管乐演奏谱 大约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编谱 而乐团除了演出比较正式的曲目之外 他个人也很喜欢编写时下流行歌曲 像是网路爆红的黑人台湾舞 让学生演出 增加对各式音乐的敏感度 同时也希望借此号召 更多喜欢音乐的孩子加入乐团 因为我觉得管乐曲呢 就是除了既定的一些 就是经典的曲目 我觉得也可以跟时事结合 那现在流行什么歌 有时候我们找不到谱 那干脆我就想说自己编 让孩子更有兴趣 也可以让听众会觉得说 就是这首他有听过 会有就是有共鸣这样子 那所以我觉得每年我都会帮学生 那依据他们的程度 然后还有一句编制 我们来就是编一首当年流行的歌曲 例如说像去年的《雪猫叫》 或像今年的《鬼灭之刃》之类的 演出《鬼灭之刃》主题曲《红莲华》后 刘老师并完成了另外一首歌曲 《岩》的编曲 让学生演奏更多的动漫歌曲 另外土城国小馆乐团 更是音乐比赛的常胜军 将近20年的时间蝉联特优 代表新北市参加全国音乐竞赛 包括今年仍是以特优成绩 拿下了全国赛的入门票 延续过去的好表现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在永和鼎溪捷运站附近有一家餐厅 因为老板爱猫 店里的装潢和设计摆设充满了猫咪元素 餐点则是主打客制化饭团 满满的日系便当风 可爱造型蒙帆所有来这里用餐的顾客 走进店门 映入眼帘的是满满的猫咪元素装潢 从墙面彩绘 各式娃娃摆设 到墙上涂画 不同姿态的可爱猫咪 让人来到这里心情就轻松了起来 一进来的感觉就是让你觉得很放松 很舒压 对 然后东西除了造型好看以外 又好吃 整间餐厅它是以猫为主题 因为我知道老板娘很喜欢猫咪 所以她做了很多猫咪的功课 可能说包含她们的招牌还是她们的器具啊 石器全部都是猫咪 然后进来就会觉得很疗愈 虽然我不是猫控 可是就是觉得她很可爱 老板叶小姐是香港人 当时要开店的时候曾经很苦恼 不知道要做什么样类型的餐厅 后来是儿子的一番话点醒了她 用她做给儿子的可爱造型便当来当做主题 后来我儿子就跟我说 妈妈你要不要试试看卖我平常吃的可爱的便当 他说同学啊老师他们都很羡慕 然后很想要我觉得这个幸福的感觉 很想要分享给大家 然后我想想觉得 其实这个点子也不错 然后就好就试试看这样子 而且每一个造型饭团都是手工捏制 不用模型 就算是首课 每一次消费也都会有不同的惊喜 甚至还可以提前定制指定造型 我们这是纯手工捏的 然后我们纯手工捏 既然可以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做不一样的东西 那我尽量希望他们每一次来 都有不同的惊喜 他的造型每次都 像我之前有企鹅的 然后也有狗狗的 然后最常出现的也有猫咪的 之前还有看过长颈鹿还有皮卡丘 就是我觉得每一次来就是 你会看到不同的造型 就是也会让人家很惊艳 除了饭团造型吸引人 主餐的烹调同样也不马虎 像是最近推出的烧烤酱煮里肌 特地腌制的里肌肉煎过以后 切成特厚的猪排 口感扎实同时软硬适中 搭配特调的烧烤酱 独特的风味让饕客们赞不绝口 非常的厚 它厚不会让你觉得说是那种硬的 咬不动的 但是还可以软很嫩 然后醬料的味道 就是让你觉得说是很 没有太多的特殊的那种调味 没有味精很天然这样子 我们的猪里肌我们有用特别的腌制方法 然后让它的肉比较嫩 然后就是煎出来就是很香 然后搭配那个烧烤酱啊 烧烤酱里面我有加了一点点的番茄酱进去 就让它盖住那个烧烤酱 那个有点焦焦的味道 因为这里就是小孩也蛮多的 就是尽量让他小孩大人都可以适合的口味 虽然说是从小朋友的便当作为发想而设计的餐点 但份量都调整到足够大人吃饱 而不便的是餐点甚至饮料的调味 都还是以健康天然的方向来设计 像是这一款贵族猫奶茶 不仅造型疗愈吸睛 口味也是老板特调 我们这是特调的鲜奶茶 里面有加一点点的果酱下去 所以它有带一个果香气 然后我们糖没有加很多 因为我觉得外面很多奶茶都太甜了 然后尽量就是调整那个甜度 让它喝起来就是顺口 但是又不会太甜这样子 它比较多都是属于天然的原食材 就是它没有太多的加工 所以小朋友吃就会很健康 就是也会顾到这个部分 所以我觉得像可能我们味道不会吃太重的人 其实也很适合 何老板对烘焙也十分的拿手 店里的蛋糕点心都是他亲手制作 像是这道招牌的鲜蓝莓起司蛋糕 使用新鲜蓝莓加入起司烘焙 抹上蓝莓酱放上新鲜蓝莓点缀 入口蓝莓酸酸甜甜 和浓郁的起司在嘴里完美融合 是甜点控不能错过的一道点心 它的特点呢就是它中间 我们是加新鲜的南莓下去烤 然后烤了以后它爆开 然后在里面就是很好看的那个颜色 然后就是吃下去的时候 它可以中和那个起司能力 然后所以它吃下去就是酸酸甜甜的 它不会说很腻的起司蛋糕 而店里还有各式的铜湾和游乐区 希望让带小孩来这里的家长 也能够轻松用餐 在繁忙的生活中 一边享受美食 一边观赏各种萌萌的猫咪和餐点 偷得浮身半日咸 记者赵世渊永和参访报导 中佳新闻和青松电台FM96.9联合播出 欢迎一起收听 感谢您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